大家早晨 我是陳紹偉 歡迎收看星期三早上天氣報告 今早起床大部份地區的低溫 都在20度左右 明顯比前幾天沒那麼冷 跟昨天比較 今早的低溫普遍都是高於4至5度 因為東北季後風現在逐漸悶和 我們一起看看太平山 昨晚到今早看出去 都是有些雲 我們因為原來整個南海北部 以及我們的廣東元朗地區 都有一道雲大覆蓋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預測圖 看到白色這些雲大的區域 其實今天來說 都會有時間比較轉搏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天氣會大致多雲 初時局部地區有一兩陣的趙雨 而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的氣溫會上升至25度 吹和緩的偏東風 而離岸風勢會間中清靜 接近周末以至周末期間的天氣又會是怎樣呢 我們可以一起看看高空的預報圖 香港這個位置 藍色是一些水氣比較多的地方 紅色黃色是比較乾的地方 我們預計接近周末期間一些高空的擾動 會將一些水氣帶近我們香港附近地區 所以在接近周末期間有機會會有一兩陣的趙雨 不過過後開始到周末期間 我們的天氣又會變得比較陽光多一些 以及炎熱的 我們一起看看天氣展望 我們預計明天都會短暫時間有陽光 而受高空擾動影響 到星期五會有機會有一兩陣的趙雨 不過趙雨過後 到周末期間又會見多些陽光 以及天氣又變得炎熱 今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再見